嗨大家好,我是卡特老五,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向老子来去寻求做个人品牌和营销的智慧 今天这三句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揭示了人性最大的弱点 这三句话是叫 不上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祸,使民不为道 不见可遇,使民不乱 简单解释一下字面意思 不上贤,使民不争 就是你不去推荐那些贤人 这样的话民众就不会彼此来竞争 不贵难得之祸 就是你不要搞一个LV 大家就全都把所有的工资都不去买那些衣食住行必须需要的东西 都去买那些奢侈品 然后不见可遇 比如象牙杯,这种名贵的杯子 你把它放在家里,你去显财显富 其他人不就想着要来偷你,要来抢你 这三句话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 但是它其实背后暗含的就是人性最大的弱点 要了解这个人性最大的弱点 我们要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当时还是在燕子的时代 齐国有三个名将 分别叫公孙街和田开江,还有五叶子 这三个人因为他们战功卓著 所以势勇而交,甚至都不把井公和燕子放在眼里 于是解公和燕子这两人就开始一谋划 怎么样把这三个人干掉 于是燕子就想到了一个阴谋 他拿了两个桃子分给这三个永将 他说你们谁的战功卓著 就可以吃掉这两个桃子 公孙街和田开江一看 我们战功卓著 然后就分别先抢了这两个桃子 一下子就把它吃掉了 最后一个古爷子听了坐不住了 他就叙述了一下自己的战功 然后拔剑相向 前面两位一听说 哎呀,这个古爷子确实战功是最高的 那我们两个怎么能把这个桃子吃掉呢 实在太羞愧了 他们两个就拿剑自吻 最后一个古爷子看了 你们两个哥俩怎么自吻了呢 我作为一个大侠 我怎么就因为两个桃子 害你们两个人失去了两条性命啊 所以他也拔剑自吻以泄天下 我相信很多人听这个故事 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帝王的权术来去听的 对吧 甚至燕子呢 也因此背上了千古的骂名 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 都是一个正人君子 更有甚者老子也一起被拎出来 一起被鞭尸说 老子就是因为你写了这个道德经 所以后世的人都用它来做阴谋诡计 我想老子可能在棺材里面都要气得要蹦起来的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键盘侠来去单纯的去批判燕子 或者老子 那么基本上来说这个跟我们的个人成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到底可以吸取到什么有益的信息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人性的弱点 这个人性的弱点从浅到深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叫做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如果有一个东西是你特别在乎 并且特别想要去得到的话 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你最大的软肋 有的人可能很喜欢财 所以他会去摊财 有的人很喜欢色 然后他可能去摊色 看似你在得到财得到色的时候 那一刻你觉得非常的满足 但是因果真实不虚 在这一刻已经拨下了祸根 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对于这三个大将来说 这个桃子就是他们在乎的东西 也给他们带来了最深的祸根 那么这是第一个给我的一个比较浅层的启示 但是这个东西你深挖之后 第二层的启示我觉得是更加的震撼的 我们再深挖一下 这个桃子 桃子其实代表的是明 财色明史税的明 为什么这个明对这三个人这么重要 它体现的是什么 它其实揭示的人性的最深层的弱脸 就是很多人 他对自我的认同 是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之上的 他们吃的这是桃子嘛 这是命啊 对不对 这个桃子不仅仅是一个桃子 桃子代表的是别人的认可 代表的是奇景公对他们的认可 代表的是燕子对他们的认可 甚至代表的是天下人对他们的认可 那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桃子 这是脸 这是面子 这三个人 他认为他是不是足够战功卓著 是不是足够的优秀 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而是这个桃子决定的 而是天下人的肯定决定的 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三个都是桃子的奴隶 他们三个也都是天下人的奴隶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别人的奴隶 那么你的命运就只有一个 就是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么了解了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帮助我们 怎么样从奴隶变成我们生命的主人 反过头来 这个事情从营销的角度 从做个人品牌的角度 给一个我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就说做个人品牌做产品 我们就说我们做一个桃子好了 同样的做桃子 我们可以做出三重境界 第一层境界就是功能性 也就是说它是用来吃的 如果你做一个商品 做一个品牌 它只是满足了最低层次的需求 就是它能吃 可能它比较好吃 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顶多是做一个基础的品牌 顶多挣一个辛苦钱 也许你比别人的桃子更大 更甜更好吃 但你想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大 丰富的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时代 你想单纯通过这个产品的功能性 去击败别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还有第二个层面 我觉得叫做一个不纠结的层面 那么这个层面呢 就是叫做利用人性的弱点 利用人性的弱点 就好像燕子 燕子的这个桃子 你说它是桃子吗 没错它也能吃 但是在这三个勇士面前 它就不是一个桃子 它叫脸面 它叫荣耀对吗 它们吃的 它们争的不是桃子而已 它们争的是这个桃子 所代表的荣耀 如果你可以把这样一个产品 和一个背后的人性底层的东西 所捆绑的话 就像LV包包 它买的是包吗 它买的不是包 它买的是在那一车厢人里的面子 对吧 如果你卖的不仅仅是套子 而是面子 而是荣耀的话 确实你可以赚到钱 确实你可以达到燕子和奇景宫 那种所谓阴谋的目的 这达到了你的一定效果 无论医生来说挣到钱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不究竟的状态 这个钱是有代价 就好像燕子 我相信他可能永世都没有办法 逃脱出一个阴谋家的骂名 难道这不是最大的代价 我们说老子说的这三句话 叫不胜贤 使您不争 什么是贤呢 什么是他不胜的那个贤呢 燕子这个桃子 就是老子所说的 也就是老子所说的 不贵难得之祸的那个难得之祸 那么说完前面两个境界 我认为还有第三个境界 就是超越人性弱点的境界 整个是超越人性弱点的境界 就是在我们能够不被人性的弱点所操控 同时我们又能看透人性弱点的同时 我们可以超越它 真正的去帮助到别人 真正去做出一个伟大的产品和伟大的个人品牌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 我相信就是你曾最伟大的超越 要做一个伟大的产品 就要求我们具备拓向的能力 什么是拓向的能力 那今天燕子拿了两个桃子 我们可以说 好你们去争吧 我不需要这两个桃子 我不要这个桃子 我不去争这个桃子 并不是说我不足够优秀 而是因为 我是不是优秀 是我决定的 并不是一个桃子决定 我不是这个桃子的奴隶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那些简单的物语中解脱出来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时候我们就具备了破相的能力 我们也具备了定力 佛家说戒定慧 当燕子拿了桃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不争 因为我不需要它 这个时候就是戒 当有了戒的时候 你就有了定力 当你有了定力的时候 智慧也是同时产生的 什么样的智慧呢 我们就具备了很清晰的看法 哦我到底什么样的商品 是利用了我人性的弱点 而到底什么样的商品 才是更伟大的商品 这些你都很清晰了 那么你做的个人品牌很难不成功 你做的商品也很难不成功 是不是就某种意义上来说 具备了智慧 好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今天这三句话 我们随着老子看到了 做营销和做个人品牌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随波逐流的境界 今天有个人说 这个桃子好 好那我也去种桃子 卖桃子 抢桃子 最终也不过是沦为别人的炮灰 第二重境界是利用人心人性的境界 这层境界是不究竟的 别人说桃子好 哦我看过 为什么这个桃子好 它利用了别人某一层的人心人性 然后我也去包装一个桃子 我也把它包装的非常的好 它不仅仅是一个桃子 它是你的面子 是你的荣耀 但是你只要知道 这样的包装虽然也能挣到钱 但是它是有代价的 也许在你得到它的时候 它看起来那么的光鲜 那么满足你 获得财富的需求 但是它是有代价的 就像燕子一样 它要背负勇士的骂名 这个代价可能不是既是显现的 但是你要知道 有因必有乎 我希望大家可以超越这一层 进入到第三层 就是对人性的超越 我依然是在买一个桃子 但是这个桃子 并不是去激发你相互争强的真心 这个桃子可能是去抚慰人性 真正的去帮助到每一个人 去帮助他们远离无效的内角 去帮助他们远离无效的焦虑 帮助他们的生活 变得真真实实的更加的幸福 相信这才是老子这一段话 真实的含义 他希望做营销的人 做个人品牌的人 甚至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可以反谱归真 桃子就是用来填饱肚子 就是用来抚慰人心 让每一个人民都过得更好 这才是伟大的个人品牌 伟大的产品 真实是一个伟大的人 好 这就是今天这一段道德经的解读 我是卡克的老 我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启发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参与 想要回应的 也欢迎你在视频下面留言 那么也不要忘记了 点赞订阅 多多支持 谢谢 那今天我的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期不见 不散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